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原标题,F-35A换装发动机实力更强间,20压力,增大,加速涡扇15VE。 近日美国普惠公司宣布,目前F-35A战斗机使用的F-135发动机已经研发出最新的改进型。 这样的消息宣布后,很多军事评论人士表示,如果未来美国真的将改进型F-135发动机装备在F-35A战斗机上使用, 那么这对F-35A战斗机的作战性能是一次巨大的提升,更是对美国第五代战斗机整体作战实力的一次提升。 根据美国普惠公司公开的资料显示,F-35A战斗机现已使用的F-135发动机最大推力19吨,经过升级后的F-135发动机改进型最大推力达到了22吨。 除此之外,F-135发动机改进型在进气口直径、长度、外径、寒道比、总压比、推重比等性能数据方面,同F-135发动机并没有区别。 这也就是说F-135发动机改进幅度有限,虽然F-135发动机仅仅是增强了最大推力,但是就是这个性能,恰恰是航空发动机最为关键的性能指标。 随着美国已经成功研发出F-135发动机改进型,未来势必会装备在F-35A战斗机上进行测试。 一旦这款发动机测试成功,那么F-35A战斗机换装F-135改进型发动机后,其整体实力就会更加强大。 更具强大的威慑力,看到美国已经成功研发出F-135发动机的改进型,并且未来很有可能会成功装备在F-35A战斗机上使用后,中国瞬间感到相当巨大的压力。 众所周知,目前中国服役的第五代战斗机为歼-20战斗机,然而歼-20战斗机服役以来,就一直使用涡扇-10B发动机。 不过涡扇-10B发动机却不是一款推力矢量发动机,尽管在歼-20战斗机立项之初,中国就已经决定要自主研发推力矢量发动机。 不过,无奈中国在航空发动机方面的技术基础实在太薄弱了,虽然中国军工人员非常努力地在研发型号为涡扇-15的国产推力矢量发动机,但是现在看这款发动机目前只是处于测试阶段,离最终的服役,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。 应该说,F-135改进行发动机的研发成功,对中国的触动是相当巨大的,对中国来讲最好的应对方式,自然就是加速涡扇-15发动机的服役。 中国只有尽快在尖-20战斗机上服役涡扇-15发动机,才能首先确保中国在第五代战斗机发动机领域,同美国一样都是推力矢量发动机,今后才有资格进一步升级性能更加先进的涡扇-15发动机。 作者,历任懒洋